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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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讲阿弥陀佛要试验法诵菩萨的第四个原因 就是为了使诸佛称阅 在《无量寿经》第十七愿就有讲了 这里我们都请了阿弥陀佛 读这个第十七愿 切我得佛 十方世界 无量诸佛 不识致借 清我明者 不取正国方丈 阿弥陀佛为什么要十方诸佛都清阳赞叹自己呢 因为阿弥陀佛的悲愿 心讲目标 它要导尽十方的众生 为了救度十方的众生 它必须要令到整个大宇宙十方诸佛 通通都来赞叹 清阳 传播阿弥陀佛第十八愿 这个救度法案 令到这个正国大音响流十方 它要把这个名号全面整个宇宙 整个凡界 它就要希望诸佛去赞叹这个名号 所以它就为使诸佛赞叹 所以在《无量寿经》 一开始释迦牟陀佛就说 它说 如来以无尽大悲 经哀三界 所以出兴于世 肛战道教 欲整制群盟 为以真实之利 这个表明诸佛的心意也是一样 都是想救度十方的众生 释迦牟陀佛以大慈大悲 哀悯我们三界的众生 包括我们 所以才出现在这个世界 它讲经说法四十九年 说法三百愚回 目的其实上人就说了 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最重要的就是宣约第十八愿 来救度所有的众生 给众生真实的利益 因为阿弥陀佛的救度 它能够救十方的众生 那我们与诸佛的慈悲心 就一致了 和他们的愿不一样 因为他们佛都是想度众生 而真正能够说度众生的就是阿弥陀佛 所以他就好 诸佛就赞叹他 释迦牟陀佛为何要这样做呢 就是因为阿弥陀佛的愿就是大十七愿 大十七愿说 如果我成佛的话 我必须令到十方世界无量诸佛 都来宣扬我的名号 令到净土的妙音遍布整一个佛界 这个愿现在成就了 所以在《无量寿经》第十七愿的成就文 就有这一段 也请大家合掌 这是第十七愿的成就文 十方恒沙 诸佛如来 皆共赞叹 无量受佛 威神功德 不可思议 请看着 为何有个成就文 有个愿文 这个都少少解释一下 因为愿文他发愿的时候 他未成佛 只有一种愿 但现在这个成就文 他成了佛 成了 成就了 所以叫成就文 即是现在是对言 之前的计划 现在是对言 你这样想就对了 所以现在的情况是如何呢 他之前发出十七愿 希望所有佛都称赞他的名号 现在如何呢 事实如何呢 他成就了 所以十方恒沙 诸佛如来 现在都一起赞叹 无量受佛 威神功德 不可思议 即是做到 就能够呼应到 就是这样 跟我们的愿就不同 我们小学写文章 我们要做科学家 我们要做什么 但大人影都没有 我们都对言不到 很惭愧 但人家就不同 法造比佣 他的愿就对言 当他成为成就阿弥陀佛之后 他所有愿都对言 所以这个成就文的意思就是这样 释迦牟尼佛是十方行山诸佛之一 他也是其中一尊佛 他出现在这个世间 一定是要宣讲阿弥陀佛的救度法文 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所以三藏十二部经 好当不过 有一句说话是这样说的 诸经所赞 多在弥陀 这是事实的 也就是说 十方诸佛虽然很多 但是在经典里面所赞叹的 但多数都推送赞扬阿弥陀佛 所以有关阿弥陀佛和极乐世界的经典 这些佛经有两百多部 这个也证明阿弥陀佛是佛中之王 最多人赞叹他 最多经典提到 而其他的佛 以后都有的 其他的借土非常少 没有了比 出现的比例 是很不对劲的 因为他就是佛中之王 因为他救到的力度最大 脱殊性 所以我们一明白之后 你又会用心专心念佛 还有 当释迦佛宣讲阿弥陀经的时候 这个常人说 十方诸佛都一起 欢喜主道地赞叹 这个我们都知道 从阿弥陀经 就有讲到这里 十方诸佛都二口同声地证明 证明什么呢 证明释迦摩利佛所说的东西 真实不虚 那说的什么真实不虚 实际上就是阿弥陀佛的道道 真实不虚 所以诸佛要赞叹 要诸赞叹的 所以我们要明白 阿弥陀佛本身已经是佛了 为什么还要菩萨再次来佛愿修行 然后又再次显然佛身呢 上面所说的这四点理由 就是原因 这四点的原因 虽然说有四点 但最主要都是归于第一点 归于哪一点呢 就是阿弥陀佛之所以事业 法作菩萨最受限 最重要的是第一点 就是为了啟发众生的信心 所以我们现在 读完学完这些 应该去增加信心 比如在第二点 遗显超世大愿 既然阿弥陀佛所发的四十八大愿 是超越十方诸佛的愿 它本身便是给我们信心 我们觉得阿弥陀佛的愿最厉害 因为我们要念佛 因为刚才也说过这个 这个是有它的很重要的意涵 你大三点也是 成为诸佛之王 同样道理 为何要成为诸佛之王 为何要成为诸佛之王 不单止阿弥陀佛在恩地法的愿 超越诸佛 而且它的佛果是诸佛之王 既然是这样 我们这些诸佛都救不到的罪悟众生 就是我们罪状的所有 我们会想 我靠阿弥陀佛有机会 因为他是佛中之王 其他佛救不到我 但阿弥陀佛救到我 我们便对他有信心 所以都是回归到第一 是有我们的信心 但四点 是为诸佛称阳 连十方诸佛都以后 同声地称赞 赞阿弥陀佛的功德不可思议 由此可见 阿弥陀佛的功德 当然是厉害 当然是功德厉害 否则十方诸佛怎么会赞他 十方诸佛都赞他 他当然是诸佛之王 这些都是相关的 而且阿弥陀经更加讲 他说我们念佛人 十方诸佛都一起来互念 只要我们念佛人 十方诸佛都互念 我们念阿弥陀佛 一诸佛 就有一切佛 来互念 对吗 所以 我们的根基虽然下劣 虽然差 但是我们有信心 因为阿弥陀佛 帮助 最强的强元 最强的强元 最强的强力帮我们 我们就有信心 因为我们真的没有信心 所以阿弥陀佛 如果不再示弦为法 做菩萨的话 如果他误为我们 五劫思为法 这个超势大悦 不去做那个 永劫修行无量功德 为什么呢 我们这些下劣凡夫 哪有机会获救呢 这就是上人的总结 因此阿弥陀佛 才重新发愿 再次去修行 令我们相信 我们自己 都可以被救 好像我们这样的人 只有依靠这个法 才能够被救 否则永无希望 大家相信自己 能够被阿弥陀佛救吗 相信 所以赞赞大家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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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感谢观看